纵观整个历史出现过太多屠城的事情 在生与死的面前 人性的善恶在生死的面前体现的淋漓尽致 而屠城便是人性最黑暗的一面 屠城这件事本身听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远得不远 就说90年前1937年那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那种给同族人带来的伤痛 至今无法治愈 我们今天就走进古代历史的另一面 去寻找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屠城 然后去思考 明知道敌人要屠城 为何不去放手一搏 为何不去奋力抵抗 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这场单方面的碾压 被乖乖压附刑场 被敌人活活夺去生命 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屠城 把一个城市的都杀光 这样的表达 或许有些浅显 当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时 我们会发现屠城就是一种常态 别的国家我们暂且不去论 中国作为几千年文明古国 又有儒家文化作为思想支撑 从春秋时代到清朝 都出现过屠杀事件 在古代 人口都可以说 极其宝贵的资源 特别是在战略年代 有了人口 就等于有了粮食 有了粮食 又有了士兵 才能夺得江山 既然是这样 为何士兵们要把矛头 刺向手无寸铁的居民呢 其实就屠城本身来讲 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在古代 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 这是历代统治者 为了激励前线的士兵 所用的手段 这个是本身就值得商榷 士兵真的会愿意参加屠城吗 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得 人这种生物 本身就存在一种的特殊的潜意识 就是十分讨厌同类自相残杀 但是不排除一些变态 以杀人为乐趣 就算是这样 也会出现一种神经疲劳在里面 毕竟人心都是肉掌的 虽然屠城并不得到快感 但是金钱的诱惑是巨大的 特别是在战乱纷争的年代 古代的士兵都是由穷人组成的 他们之所以去奔赴战场 无非就是为了金钱和权力 尤其是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 他们会在钱财有着一定追求 这种追求是会让人遮住双眼的 以至于忘记人性 我们不得不承认 城者王侯败者寇 一个将帅的嚣张跋扈 是靠他们在战场上搏杀取得来的 我们需要翻遍史籍 去看看将帅 一定要人去屠城 历史上的屠城 为何一定要用人呢 而不是用火烧 或者用水盐 扬州十日这本书 直接还原了屠城 这种事情 扬州十日 本身就是一次屠杀事件 多夺带领清军 攻破扬州城后 对扬州的无辜百姓 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作者是扬州城的幸运者 王秀楚 十几万的清军 十天不封刀 十天必见血 将整座扬州城 化为乌游 整座城内 很少有幸存者在里面 王秀楚 是为数不多的幸运者 韩磊写下扬州十日记 这称为是史帝十大奇书 令人惊奇的事 这本书还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清军在第一天入城之时 并没有大开杀戒 因为清军自己也清除 敌人已经被消灭了 眼前的指示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他们也不想杀人 但是人性是贪婪的 清军抵挡不住钱财的诱惑 士兵拼死拼活 要得就是吃饱和钱 所以在第一天 清军三五成群 挨家挨户去找百姓 所要钱财 使之为逐户所金也 然意泼不奢 稍有所得 极致不问 或有不应 虽操刀相下 尚不及人 意思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清兵只是要一些小钱 如果不给钱 顶多持刀去下一下百姓 但也仅仅限于恐吓 并不会去伤害百姓 对于清军来说 他们是分不清百姓好与坏的 当清军刚入城时 百姓已经家道欢迎 准备迎接清朝的王者之师 这时候 整个扬州城里 大约有一百多万人 而入城的清军有多少呢 不足十万人 这样的人数对比下 百姓为何不去反抗呢 因为百姓自始自终 都没有想过会屠城 人对于金钱的渴望是无穷的 十万兵每一个人 也就能抢到十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不到十天的时间 全城的百姓都被勒索了一遍 一旦开始勒索 清军会就此而停手吗 勒索完之后是抢劫 抢劫完之后是什么 仁义只有和平年代才有 当这些人可以主宰别人生命时 他们就会变得肆无忌惮 整个扬州城虽然打 但是架不住清军人多 如果一家一家的索要 那必要是太麻烦 当第二遍勒索开始时 这时候就是你不去抢 别人也会去抢 有些清军抢不来 那就拨出他们的刀 杀掉百姓后 再来掠夺财物 不给钱 就要杀百姓的想法出现后 一切的勒索也就变了味道 事情开始变得严重起来 历史上的屠城 便是人性罪恶的开始 并不是百姓不放手一搏 在清军勒索不到财物时 他们就开始拿着刀去抢要 但如果还要不到 就开始去杀 杀掉家中一口人 人都是恐惧心理的 他们会下意识觉得 家中活着的人会寻仇 屠杀 从来不是索要钱财最好方法 但却是最快的方法 搜不到钱就搜首饰 如果首饰都搜不到 那就会扒夫人的衣服 要把整个城 值钱的东西搜刮一点不剩 就连孩子身上的银索 也不会放过 古代的士兵 一般都是男性 女人在士兵眼里都是财产 才不到三天的时间 扬州城中的男人 已经被屠杀过一遍 一些有些姿色的女人 都被士兵凌辱之后 再次被聚集起来 把这些女子运出城 就可以换取一些财物 这些有姿色的女人 最终的结局就是好的吗 其实结局都是一样的 无非是晚些被杀而已 几名女子轮流被凌辱 只为狗活一命 扬州十日后 据统计 活下来的人数不到二十万人 其实在整个屠城过程中 虽然百姓绝望的是 屠城不是进城就开始 而是一个缓慢过程 不断给你生下去的希望 十天的时间内 你不知道 生命在哪天就会戛然而止 即使最后侥幸活下来 灵魂已死 为什么会有屠城 战争 有人类就会有战争 其实也不是完全正确 无非就是为了利益 准确来说是个人的利益 在这个地球上 资源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据一位专家统计 从公元前3200年 到公元1934年 世界上总共发生了 一万四次战争 只有329年是和平的 在整个中国古代王朝中 你可能不会相信 和平时间最长的是宋朝 这个和平 也是通过资源换来的 有的人拿得多 就会有人拿得少 反之亦然 今天就到这 下期见